好 追踪第一线的现场 现场是TVBS北京特派林敏珍 好 请教敏珍是上周呢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 进行大约两小时的通话 谈论的话题包括了乌俄战火跟美中关系 他们到底谈了些什么 也要请教敏珍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 18号晚上通了电话 讲了两个多小时 主要是讨论中美冲突 还有俄乌战争 他们在结束交换意见之后呢 也都对外发表了谈话内容 综合外界的分析 中国将这次通话的重点 放在中美关系上 至于美国则是聚焦俄乌战争 美国发布的讯息比中国少很多 主要是拜登解释和盟友 如何阻止俄罗斯进军乌克兰的行动 这当中包括了制裁 同时他也强调中国 如果帮助俄罗斯将面临的后果 就有专家认为 从美方释出的讯息可以观察出 现在西方国家认为 能够进一步左右 俄乌冲突发展唯一的国家 就是中国 其实这样的观点 在欧洲也出现过 欧盟外交代表 就日前和西班牙媒体表示 现在能促成俄乌和平谈判的 就是中国 欧洲还有美国 并没有办法扮演这样的角色 针对中美元首通话 港媒也提出了分析 他们认为现在西方国家在处理 俄乌战争的议题上面 正陷入了 阵营对抗的逻辑 而中国则是只能对 乌克兰的人道危机提出解决的办法 中美身为全球的大国 他们在处理任何议题上 都必须考虑到几十亿人民的生活 还有对全球的影响 所以在处理俄乌战争上 也得考虑到全球的稳定 就在中美元首通话后隔一天 大陆外交部长王毅就对外表示了 中国已经找到解决俄乌冲突的办法 其中有两个关键 第一就是全球都得一起努力 促成俄乌和平谈判 立刻停火 第二个部分就是全球得放下冷战思维 不搞集团对抗 才有可能实现欧洲大陆 长期的和平稳定 好 接着我们就要来聊一下健康话题了 北京有一家调查机构 日前发布了中国睡眠研究报告 大陆民众平均睡眠时间是长7点06小时 根据统计导致晚睡或失眠的主要原因 就是看手机还有上网 怎么回事呢 持续的交给明珍 你有没有观察过自己每天几点睡 睡多久到底有没有睡饱 北京一家调查机构公布最新的中国民众睡眠报告显示 现在中国民众要睡觉的时间比10年前还晚了两小时 总睡眠时长也短了将近1.5小时 为什么睡觉的时间会变短 这主要的关键原因也很好猜 就是大家都忙着上网滑手机 专家就说了 滑手机上网这件事情 不但会延后你睡觉的时间 还有可能导致失眠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这当中包括青少年 女性还有单身族群 面对这样的状况是越来越严重的 如果你的收入稳定 社会阶层比较高的话 受到网路还有手机影响睡眠的问题 也相对偏低 这份报告也提到了在中国官方实施双减政策 减少青少年学生课后辅导 还有作业的压力之后 许多大陆家长表示 自己小孩上床时间的确都大幅的提前了 不过还是有超过37%的学生 他们一天睡觉的时间都没有达到8小时 也就是说虽然这些学生 他们已经空出了很多时间 不是学习不是上课 但他们可能把这些时间拿去滑手机上网 所以睡觉的时间还是没有达到 专家认为比较健康的标准